你也不知道 要我經常對著那個病君 真是瞞得瞞死人的 那疼心吧 只要騙到那個傻子 拿來借信那筆喉嚨刀 將來可以酷令天下 果然經我一探 就探出他是張翠山夫婦的遺孤 張無忌 那個傻子 真是以為他爹是我們恩公王 朱姑娘 朱姑娘 你怎麼樣? 你受傷就別亂動了 其實我早就想來看你 但我怕被人看見 所以等全安人睡了之後 我才敢來看你 朱姑娘, 你對我真是好 雖然我們傷心一筆錢 但我憑你的眼神看得出 你一定會真心待我的 會的, 我會的 對了, 你雖然不懂得出招 但我從你的武功根基看得出 你應該是出自名門的吧 對不起, 朱姑娘 我不應該騙你 不是, 其實我不是叫曾鴨牛 我叫張無忌 張無忌?這個名字挺清雅 比曾鴨牛好聽得多嗎? 至於為何我要騙你 因為事關重大不便相告 也不要把我這個名字告訴別人 你放心吧, 你這樣做一定有你的原因 不如這樣吧 以後我在無人的時候 再叫你一聲無忌吧 謝謝你 我不妨礙你休息了 我有空再來探望你 你看看吧 人工死了, 她怎麼死的 大哥, 當天你吩咐我上武當山日 誰知我上武當山 才知道張徐山將陷 我和她的夫人已經幾年前自問生命 為甚麼會這樣 據宋大俠所說, 是各大派上武當 逼聞張五合有關借信的下落 正宗為了…為了顧全見義之人 唯有一死 而…而她的夫人, 亦都自問雙夫 是甚麼人害死她 你告訴我 大哥 宋大俠他不想我們再生之戰 所以別告訴我 大經清傳四春暗茶 才知道當日逼死恩公的 除了有少林三大神僧之外 還有我, 坤倫, 凶洞和華山的各派高手 大爺 他們都是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高手 我朱某志明不是他們的敵手 但是恩公對我們恩中如山 就算分身碎軍, 也要報你報你的大仇 恩公, 我朱某無以為報 最後希望你在天之靈報夢告訴我 你的孩兒現在留在哪裡 當我找他回來, 代為撫養 原來遼表一點心意 我朱某志明, 那你也過來拜恩公 好 朱伯伯 小兄弟, 雖然你和我恩公並不相識 亦非親非故 但是他大有合命 你也過去拜他一拜 好 Anthony, 兄弟, 你哭著吧 沒有, 我看你們這麼難過 一時來這麼多 說起來, 恩公的孩兒如果還在世的話 他應該和這位小兄弟差不多年紀 老爺, 如果他真是恩公的霞兒就好了 我一定會把我全副武功 傳授給他, 好好的對他 算是對恩公做了一點事 朱伯伯, 我就是張無忌 張翠山債家父 沒錯, 宋德俠說過 恩公的霞兒真是叫無忌 是呀, 爹, 在這件事之前 他已經跟我說過, 他叫張無忌 那就好了, 你真是恩公的霞兒 真是天開眼, 請受朱某一拜 朱伯伯 好, 我朱某就算拼了一輩子 我也要保你周全 不過, 強敵當辭 朱某, 你還是不要管那麼多 說真的, 你先帶張公子回房休息 我跟你二叔還有事商量 知道了, 爹, 過來 寶記, 你睡了嗎? 爹, 爹, 睡了 爹, 睡了 那珍姐姐怎麼要點我穴道? 對了, 她當然要嘗試我的警覺性 幸好義父曾經教過我怎麼解穴 讓我解穴道, 去嚇嚇她也好 好 表哥 表哥, 這麼久沒見了?掛死我了 你現在也有張無忌陪你招役相對 你還要掛著我嗎? 幹甚麼?你喝醋嗎? 不敢, 義掌有令, 我為迫誰敢喝醋? 你也不知道, 要我經常對著病君 真是瞞都瞞死人 那親一下吧 爹 我怎麼吩咐你們的? 不是讓毛記看到怎麼辦嗎? 爹, 我點了她穴道, 她不會知道 她不會知道的 那倒是, 我們做了這麼多事 現在才讓她知道的話, 那豈不是前功盡廢 老爺, 你找人扮甚麼門派 打傷自己和義叔, 你沒事吧? 氣外傷而已, 沒甚麼大礙 這樣也不用一把火燒了整個莊架 只要騙到那個傻子 拿來借信那筆喉龍刀 將來可以號令天下 區區一個山莊算大物 當日他使出他義父的七雙拳 爹已經懷疑他和謝信大有關連 果然經我一探 就探出他是張翠山夫婦的遺孤, 張無忌 這個傻子, 真是以為他爹是我們恩公王 大哥, 你叫我準備的船借和糧水 我已經全部辦過了 好, 到時候, 為迫就採你我的船 然後我來後面, 隨時招役 金無師王謝信, 武功卓缺 這麼拖我們去冰火島 不需要跟他明刀明槍 只要在食物上落到 莫哥已經瞎眼了 就算開眼, 他也沒想到 是他義子帶人來害他 苟真 所以, 你一定要繼續假裝和毛記親耳 一直到那個謝信, 沒命為止 爹, 你說一直是有那個臭小子 他只不過是一個毫無見識 毫無情趣的鄉下仔 就算是廣盡朗, 他也遠遠不及表哥 要不然這樣, 一殺了謝信 拿到屠龍刀之後, 被我一刀刺死他 那就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